好,现在是18单元,17单元是我在我老家新补录制,19单元又回到台北了 我们这边要讲的就是技术分析还有效率市场假说,技术分析我还是一样 用AT&T当例子,我是使用这个Yahoo Finance的资料 那他这边有技术分析的工具,就是在左边这indicator,indicator就是指必要 譬如说我使用那个moving average,moving average就是移动平均线 然后呢,我选了那个,这可以自己选,譬如说我选那个5日,5日跟20日,5日跟20日 那个蓝色的话就是5日,像这边这一点,这一点就是那个死亡交叉 为什么死亡交叉,就是短的穿越穿越长的,而且两个呢,那个趋势都向下,两个就死亡交叉 现在这边的话,用起来就还蛮准的,就死亡交叉之后呢,然后呢,你就是卖掉 卖掉之后或者放空,放空就是融卷,融卷 卖掉之后呢,差不多就是在这边,然后这边,其实这边就出现黄金交叉了,然后 黄金交叉的话呢,就是说,啊,这长的平均线在这边,短的平均线呢,好 好,有没有,这样的穿过去,好,就黄金交叉,好,死亡交叉就是前面这讲的,好,就相反了,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个前面是Yahoo,Yahoo 那现在我们看那个中文的奇摩,啊,奇摩的话呢,就是说,他弹性没这么大,好 像他那个,他给你的移动平均线,好,就是固定就是五,好,还有五,好,然后二十,然后六十 像刚刚你用Yahoo的话,你可以选,好,你可以选说,譬如说这个六十,你喜欢用五十九啊,五十八,五十七,好 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我们还是一样看那个五日跟二十日,五日跟二十日,那五日的话呢,就是,嗯 好,这一条,像那个五日,二十日,我看一下那个,嗯,五日,五日这一条,像这边,如果说我们是看那个五日跟二十日的话 这边也是一样,出现死亡交叉,就是要卖,啊,这个是中文的,那我是使用那个台积电,就是对2330台积电技术分析,那 那还有顺便讲一下,这个叫做大十字,前面这边呢,就是,嗯,大量黑K会下跌,可是下跌之后,如果说出现大十字的话 很可能,就是,买击讯号,就是说,哎,不会跌了,那你就买它,买它的话,当然这,的确在这一段,有获利的机会,好 好,那,那还有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这边,那个五日,穿越二十日,这是买金讯号,你看到这个,你买就对了啦,那如果你相信啦,相信的话 坦白说啦,我觉得技术分析有六成七成,还是对的哈,可是为什么人还是赚不了钱呢? 好,这以后会讲哈,就是因为你没有耐心,你没有耐心等到买进跟卖出讯号,因为你天天看,天天在那边看股市啊,看股市你就会手痒哈 你就会手痒,就是觉得啊,觉得说我没交易,有交易就有希望,啊,我没交易呢?好,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希望赚到钱哈 好,那,先看那个,好,先看那个金融研训院,好,33届的题目,好,33届,好,那第15题,下列核项属于,好,非财务比率,好,的分析,好,就是这个,好,这个是基础指标,好,不是财务,好,但这个还蛮容易判断的啦,好,就算你没听过RSI,你这个干嘛,哎,获利,好,这个是财务属于基本面, 那成长呢,啊,这个呢,也是属于基本面,啊,活动比率,好,这也是属于基本面,好,所以这这一题答案当然就是1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16题,技术分析所依赖的方法为何,好,技术分析就是股票和历史的交易资讯,好,所以这答案呢是3,好,我们看一下20题就是葛兰币巴达法则,什么叫葛兰币巴达法则,啊,网路都有啦,好,这就是我主张不用买课本的原因,好,那是以下列核 者以判断交易讯号,就是那个,啊,这个叫做,啊,就是波浪,波浪理论啦,哈,格兰币巴达法则,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技术分析,啊,为什么,嗯,我觉得还是要看基本面,啊,那你技术分析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他,你会折磨你,因为你每天都会在那边想要看股市行情,啊,你人生,如果你每天看一看,可能就看两三个小时 那你一天只有24小时的时间,扣掉睡觉的话,你只剩下16个小时,那为了股市每天看三小时,啊,浪费生命,啊,好,接下来讲市场,那个效率市场假说,啊,叫做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啊,这个我是使用那个国际财务管理啦,啊,这边就是,那个159页这边也有啦,啊,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就是,下面这边就是说,啊,如果什么叫做效率市场,啊,那如果呢,啊,就是可以完全反映所有的资讯,啊,那这个,这个那个效率市场假说,啊,那个,啊,主要就是说,贵,是attributable,啊,就是attributable,就是贵英语,啊,就是是谁的贡献,就是这个男人,啊, 优劲博马,啊,他还活着 believe six years old,他还活着,哈,那个1939年出生哈,保持 Ree镜分率,啊,1939年出生哈,还活着,啊,1939年还好了,啊,就是目前只有,也是80岁而已啦哈,啊,在那个 ولا reconoc then the periodixen,那在1970年左右 default.,他的arus runs中文,子的回合,那帮马的话呢也就讲一下这个是维基百科 员友基百科,啊,生于美国马州,哈那个波士顿哈,波士顿,保持是很有名的地方哈,为什么?因为牛进...呃...不是,哈佛大学在波士顿 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也在波士顿 他的专长,Farma Farma的专长就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还有资产定价理论 因主要是提出了效率市场讲说文明 因为对资产价格时政分析方面的贡献 然后他跟那个Hanson还有那个希勒 共同获得那个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目前还是任基尔在那个芝加哥大学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那个 那市场效率假说 你可以如果说 你要说用来预测股价跟汇率的话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国际金融课本 关于汇率的那个说法 就是159页 预测汇率 课本所讲的 然后说预测汇率呢 有三个基本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效率市场假说 第二个是基本面方法 第三个就是技术面方法 我们会讲 接下来会讲很多 那个基本面技术面 都是那个财务与经济的正式名词 那像这个课本的话 这个课本 效率市场的话定义也是一样 前面我那个是从维基百科 然后维基百科 那个抠下来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这一本 那个国际财管的课本 就是当资产价格反映可得的相关资讯 则称此金融市场为有效益的 可得可得就是 available reflect 当然就是那个反射了反应了 然后那个available就可得的相关的relevant 相关的资讯叫relevant 就是availabl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这个图片 这个是芝加哥 好 事情是你讲 那个效率市场 假如说 如果说预测股价或汇率的话 那他是说 预测汇率的三种方法 就是前面讲的 就是第一个叫效率市场 基本面 还有那个基数面 如果说 你相信市场是有效率 这边有效率 是很强的效率 目前的价格 就是未来的价格 为什么 因为市场很有效率 已经反映了 已经反映了 那所以 那个效率市场 假如又叫做 那个随机漫步假如 预期 未来价格 虽然有变动 为什么会变动 这个变动 是随机的 不可预测的 不可避免的波动 所以你不用太难过 或者太高兴 以为说波动就有获利机会 那相对于以上就是 所以 那个 市场效率就有点无为而至 就是说 你在那边挖空心思 去做预测 其实最后都是一场空 一场空 看到他就是有时候波动往上 有时候波动往下 看到波动往上 都说好可惜没买 看到波动往下 就好可惜哦 为什么之前没卖 可是上去就会下来 下来就会上去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可惜 好 那基本面 你技术面就是怎样 就试图就是有所作为 不用 不是在那边 比较被动 觉得说 就是你在怎么努力 想要去预测 想要赚钱一场空 可是基本面 跟技术片分析的话 就是说 你努力 你努力的话 还是可能 获得 异常报酬 异常报酬 所谓的赚钱 就是你投资股市 本来就是会赚钱嘛 可是我们要讲的 就赚的比别人多 这个叫异常报酬 那就是说 你要利用方法跟资讯 来预测股价或汇率 所以我们在讲效率市场 所以巴马他把效率市场 就讲得比较细 前面讲的效率市场 叫做强效率市场 前面讲的 叫强效率市场 那还有呢 就可以再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半桥率 半强效率跟弱效率 所谓的半强效率 就是价格已经反映 所有的公开资讯 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资讯 就是分 分不同的层级 最高的层级 就是说 什么都反映了 就是包含 那个内线 接下来呢 就是公开资讯 还有知识 在下面呢 就是说 我就是看那个价量的趋势 就是前面讲的 那种就是说 成交量跟价格 有没有 那种趋势 连续的趋势 好 那如果说 把它反映成那个 把它用那个函数表示 就是价格是资讯的函数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 上面用XYZ 分别代表强效率 是无所不包 所以 X也包含 违法的内线消息 X也包含内线消息 那Y呢 就是包含所有的公开知识与资讯 尤其是经济数据 财务报表 还有就是知识的吸收 那Z的话呢 就是包含 就是透过研究历史的加量资讯 然后 譬如说画平均线 画K线 还有心理线等等 那基本分析呢 如果说你说我在股市 在金融市场做基本分析 实际上就是在研究Y 那如果呢 我是做技术分析的话呢 就是研究Z Z 那Y比Z要大 Y比Z要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做那个题目 109年第一次 那个证券商业委员 某公司公告 上一季的获利 超过市场的预期 则股价因此 一个正面消息的揭露 而大涨 此一线想干嘛 这是反映的公开资讯 所以这个效率是半强势效率 所以答案是B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108年第四次 那投资学的题目 是高业 就那个整体经济 个别产业 个别公司 来研判公司获利能力 这个叫做什么 叫基本分析 所以答案是柱 柱 就是那个公开资讯 还有知识 这个呢 是基本分析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那个 是那个谱业 证券投资 来这个 何者为效率市场的定义 效率市场就是说 价格已经反映 所有的资讯 就是市场能够迅速 正确反映所有 攸关的资讯 所以这答案 当然就是C 大家那个ABD都错了 譬如说政府不以人为手段干预 让市场自由发展 这跟效率市场没什么关系 第二个呢 市场无交易成本 税负其他障碍呢 这个叫做完美市场 顺便讲一下 这叫完美 就是市场没有 那个税负啊 手续费啊 任何的那个 障碍或者摩擦 你也可以加上 这叫完美市场 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障碍或者摩擦 最后一个叫市场交易的作业流程 完全电脑化 这个也无关了 好 那我们 这个呢 再讲下一下 还是一样 继续看 因为这个题目是连续 90、11、12 那11、12是跟技术分析有关 那我们干脆把90也复习一下 央行何种政策会使货币供给减少 减少 调升重贴限率 会使何种 调升 会 这个会 所以答案是A 买回国库券的话 就是拿钱有没有到市场去 当然货币供给就增加了 然后调降存款准备率 调降会使货币增加 那一纸台币过度的升值 过度的升值 这个会使 就是一纸台币过度升值 就是让新台币的价格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的时候呢 就是说 美金又比较贵 我们用你这样子想 便宜数量就会多 所以这个 有没有 也是会增加 所以这个第九题答案是A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题 台币对美元贬值 美元贬值 美元就是更不值钱 所以你拿到新台 拿到美元的人 你就很高兴 你谁会拿到美元 出口商 如果我东西卖出去 然后呢 我赚到美元 美元换成台币 可以换成很多很多很多的台币 因为美元 因为那个台币贬值 所以呢 就是美元计价的出口商 然后 受益 所以答案是C 好了 我们看一下十一题 那个OBV OBV 是什么东西 那个OBV 就是Umbalanced Value Value Value就是量 所以答案呢 就是一种成交量的技术指标 所以十一题 OBV是成交量的技术指标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逃逸缺口 逃逸缺口 有什么逃逸缺口 跳空缺口啊 好 通常是一波行情的 干嘛 当然是中间 然后中间位置 我们题目讲一讲而已啦 因为坦白说 技术分析主要还是投资学在讲 那可是我们要讲到 关于那个效率市场的一些理论跟实物 所以我们就顺便讲一下 还有就是因为很多同学在准备考试 一年级都准备考试 既然你要准备了 就尽量去考吧 所以我就尽量把那个题目也讲一下 这个所以以上是第十 十八呢